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非常喜欢应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希望您上完课 是能够应用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来去观看数据隐藏的真实的意义 我在这边我会以实务交奖的方式 一步一步带着您一起来去观看这些资料 还有享受大数据的技术 我的所有的课程范例讲义呢 都放在这个位置 https冒号写线写线 go.go写线 YPZRXT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R是要大写 P也要大写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大数据分析如何操作 如何应用 去让各位了解之后呢 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资料中 我还有提供我的LINE 还有WeChat 都可以让你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咨询或者是教学相长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的所有的课程像今天上个礼拜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完全跟我一样的内容 我都把它放在这里 放在这个位置 https冒号写线写线go.gl写线YPZRXT 那也就是说你今天是不是要来上课 那那个范例我们其实没有改变 可是你要去成品那边下载 所以我现在带你们做一下 等一下你要把就是使用跟我一模一样的档案 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课程内容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其实其实我希望大家是用理解 理解的方式 Google公司做出来的短网址前面都一模一样 都是https开头这没问题 因为它是网址 冒号写线写线 goo.gl很像Google这个单字 goo.gl 全世界只要你用Google公司的短网址技术 产生出来的短网址都一样 但是这六个字母就不一样了 而且前面三个是小写 第四个R一定要大写 最后一个T也一定要大写 可以吗 只要你大小写打错 你就进不去我这个网址了 你就有好多好多的课程内容 你想进修都没办法看到 好我现在带你们做一次 因为它是网址 所以我就打开我们的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网址就请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 YTZ 大写的R 小写的X 大写的T 然后麻烦点一下Enter键 哇 长文大学好道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5月22号 我们进行大数据资料分析 应用的成品观摩 在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天上完课的内容 我放在这地方 如果你要找讲义 讲义在这里 范例在这里 可以吗 我的课程一定都是可以应用 应用 我也顺便再推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行动装置 就是手机 它也可以拿来 装置是办公室应用软体 的一个工作平台 好 那我们重点是要看这个 大数据分析应用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的 这个成品观摩 可以吗 这点下去 至于其他的课程 其他课程 像例如说财政大数据 我举的范例 就跟各位的范例 有点不太一样了 我是拿财政部 他们可能比较关心 像关税 或者是所得税 来去做资料分析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你现在可以看到 那个环保局的 还有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你看我这边 好多好多课程 如果你不眠不休的去看 我想花个一两年吧 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好 所以我也是一个小小的YouTuber 好了 我们现在去看这个 5月22号大数据资料分析的 最右边 产品观摩 点下去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就只有一个档案 就是因为上次我们上完课的结果 就请你点 请问一下 这个图有看到 你点这个地方是打开这个档案来观看 所以要点左上角 左上角这个图示 这个下载的图示 看得出来 它就是下载图示 请点它 然后稍微等一下 它就下载下来了 等一下我要请你们开的是这个档案 可以吗 因为它就会放在我们本机端的下载资料夹里面 这样我们就做完下载的动作了 可以哦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麻烦在网址列打开Chrome浏览器 在网址列输入我刚刚告诉你的网址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麻烦请点什么 请点这个 只能点这个点哦 这个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的层面观目 第三个就是请点这个按钮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要了解另外一件事 下载的档案会放在什么地方 下载的档案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点选这个资料夹 第二件事情呢 因为下载嘛 我们刚是不是做下载动作 所以第二 我们就点这个下载 你看里面是不是就这格档案 这样了解哦 好 快速点两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格档案打开来了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你们都有 我提供给你的超线办理吧 有哦 好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记不记得就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 这个大数据资料分析 然后选 范例下载 可以吗 好 这只是稍微提醒一下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打开了 打开了这个Power BI 然后它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时候这是新功能介绍 我要告诉各位 就等等你在这一个礼拜之间 就是在5月22号 我们是不是进行了第一次的课程 前几天陈小姐把这个软体 最新版的软体哦 下载下来 是不是2020年5月这个版本 好 其实等一下 你看右下角 它又出现了 它又有更新的版本了 它就每个月都会有更新的动作了 好 那这个画面是什么 新功能 新功能 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你当然可以慢慢去看一下 新功能 好 我先把它关掉 这就是上次我们做的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开启 就麻烦你稍微先 复习一下好不好 好 那画面就还给各位了 就很单纯 如果打开旧的档案就是快速对它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范例 那我们现在就要继续来观看一下 今天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你对上一次的教学内容有兴趣的话 当然欢迎你 欢迎你自己自己去看 影片在这里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哪可能学一次就会 可是我真的诚心的希望你们今天要让我爸 就是今天这个进阶内容讲完 请不要一直问我上个礼拜 那我会跟你讲 请你12点之后留下来 可以吗 好 我们现在要上的内容呢 更重要 其实都很重要了 好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我们上次 我现在 我们上次是不是介绍到 动态行为模式完毕之后 我就跟各位谈很重要的重新整理 接下来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 关联 刚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来源资料跑掉了 所以 所以这边我想跟你们再分享一下 就是说来源资料这件事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常用底下 常用底下刚刚在做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的时候 我们发现 订单 本来正常的话 是不是应该看到资料内容 对不对 可是现在订单出现一个惊叹 这个惊叹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你不能说反正我就不要去管他 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 你至少要知道错误是什么 麻烦你们要问我问题 很简单 请拿 请跟学生学习 他们都是拿手机拍了照 然后呢 记得加我的line 正说老师 你还没加我的line 还没加 我们男人的约定 你要交 你是还没加代表 我还可以报希望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那麻烦你先拍一下 错误讯息给我看 对不对 我就可以针对错误问题 来帮你解决问题 现在他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他现在告诉我们什么 Data shows A-Raw 真的看英文 你看中文来得容易 我说对于各位老师来说 请问 这边是不是看到资料来源错误 对不对 请问什么叫装置未就讯 有听懂吗 好 所以资料来源错误 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本来资料是不是在一叠 可是我们这台电脑没有一叠 了解 好 所以我现在我必须要关掉这边 我的超市范例在常用转换资料 资料来源设定 我要重新设定 重新设定这个超市范例 可以吗 重新设定这一个超市范例 这样有没有问题 是这个错了吗 这个来源错了 所以变更来源 然后接下来透过浏览的方式 我是不是放在低叠的超市范例 开启 然后确定 可以吗 然后再点关闭 好了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我已经做修改了 套用变更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刚刚刚刚刚的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这里这个惊叹号没有了 对不对 而且他真的呈现资料给我们观看 所以我们的这个惊叹号问题 是不是就解决了 可以了解 所以麻烦你们 未来不管你碰到的是什么 不能执行 或者是惊叹号 请你把错误的讯息要贴给我看 可以吗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针对问题 来帮你做回答 好 那当然最后做完 我就关掉这边 所以要会知道 如何把来源资料路径改变 所以麻烦请各位 改一下自己的资料来源路径 我们来观看一下 刚刚我们做了就是两个资料表 两个资料表 好不容易把它都变正常了 你怎么知道变正常 当你点订单 你看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接下来你点了退货 如果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就要进行所谓的关联 你有没有发现 关联 关联跟模型 你们能不能把它想成一块 很难吧 真的很难 它真的以前叫关联 而且图示不就画的就是关联吗 好 这边是不是有两张资料表 为什么有两张资料表 这边呈现的 对不对 所以两张资料表 请问我是不是要把订单的订单ID 订单ID在 这里 跟退货的订单ID 是不是要把它关联起来 对不对 不过请你注意一件事 退货的订单ID 它是1 也就是说 它只能出现一次 可以吗 但是订单里面的订单ID 会重复出现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客户 客户给我们下订单 对不对 结果下来订单 结果他发现有部份 他要退 退了以后 这边退货 是不是就针对订单ID会出现 可是退回来之后 对于公司来说 他还是要用相同订单 把它继续去做 所谓的一个 就是生产 然后再重新 重新给客户 对吧 所以订单 两部请应该出现一次 就应该很 很糟糕了 所以在这边这次订单ID只会出现一次 可是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两次 好 那所以你要知道 关联只有 1 对1 关联只有 1 对多 或者是关联只有 这边是多对1 也就是说 关联只有三种 1对1 1对多 多对1 没有多对多 好 那当然如果你有 你再给我更多的时间 我当然可以再跟你解释 为什么没有多对多 那如果有多对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就直接建立关联的方式 就是按住订单ID 拖曳到订单ID 可以吗 放开 或者是可不可以把订单的订单ID 拖曳到退货的订单ID 可以 反正谁拖曳到谁都一样 这就是建立关联的方法 但是请你要注意哦 游标 游标移到这条线上 它呈现两边的变色 那个黄色才是建立关联 可以吗 你不要把它想成说 这边怎么会是产品ID 我刚是不是拖曳错误了 没有 你没有拖曳错误 好 取消关联 就是滑鼠右键 点这条线 滑鼠右键 有看到三幅吗 它就可以取消关联 关联只要做好就做好了 比较少遇到订单ID 拖曳到这个订单日期 或者是行ID 可是还是有 还是有人会不小心的拖曳错误 所以请完等一下拖曳的时候 小心一点 不要拖曳错误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关联就建立好了 好 以上是关联的讲解 所以一 请点选模型 二 请把订单ID拖曳到 另外一张资料表的订单ID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观看了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建立好关联了 退回 这个退货 这个退货 里面是不是有订单ID 这个订单ID都已经被退货了 请问 是不是应该要扣掉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2013年的利润 第一章是利润分析 2013年的利润 你觉得会是0.38个百万吗 应该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订单ID被退回 所以 所以他应该会比0.38百万来得少 这个会是0.68个百万吗 不是 他应该再稍微低一点 也许是0.6个百万 好 那请问 这件事要怎么做 真实利润怎么做 真实利润很简单 首先你要了解筛选 你要了解筛选 我们来去看真实的利润 做法呢 做法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筛选 筛选它分 这个地方有搜寻 还有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 什么叫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 就只有这张图 我现在是不是只有选到这个直条图 只有这个年的利润统计图 只有这一张图 叫做此视觉效果 可以吗 那除了这个以外 此页面上的筛选 就是你筛选可以在很多地方做 什么叫此页面的筛选 我稍微拉下来一遍 此页面上的筛选 就是完整 一张 两张 三张 三张 视觉效果 可以吗 因为就是这一张 整个利润分析 就是这一个 可以吗 那请问 有没有看到 所有页面上的筛选 那就是这么多张 都一起做筛选 可以了解 所以看你要在 这个视觉效果上面做 还是在此页面 实页面就是这一个 还是全部 全部就是四张 都要做 所以当然是四张都要做 所以我来做筛选 做给你看 真实利润 因为已经建立关联了 所以这样做 请把退回 请把退货里面的 订单 托役 托役到这里 哦不对 首先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做到所有页面 首先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做到所有页面 因为我希望 一次就把所有 每一张都要呈现真实的利润 好 接下来 请把退货的退回 搬到所有页面 有看到吗 然后接下来请勾 要勾 空白还是四 这个文软公司的三选四 你勾选的就是留下来的 好了 请问一下 什么叫四 四就是有退回 对不对 如果你勾退回的话 代表说 就是只有算那些被退回的资料 那如果勾空白 就是这一张资料表 里面的订单ID 它是不存在的 可是订单里面 有没有这个订单ID 有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编号 这个订单ID 这个编号 它应该在什么 在订单里面 这个订单ID 里面是会重复出现 对吧 可是如果这个订单ID 这个如果说这里面没有的编号 它就变空白了 对吧 因为我们两边是不是要去做关联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这一个订单ID 这个订单ID CN-2015-1973-789 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面 是没有出现的 有可能吧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因为它都要配对 所以没有配对到的 它就叫做空白 可以吗 好 所以请勾空白 空白就是没有退货 对不对 对 刚刚是不是0.38格百万 现在是不是变成0.34格百万了 刚刚这边是不是0.68格百万 现在这边是不是变成0.58格百万 可以吗 有听懂吗 这是完全不做任何计算 它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了 大数据的技术 我告诉各位 三个动作 一 一 请把退回 退货里面是不是有退回这个栏位 拖曳到所有页面上 像刚刚这边是不是一个筛选 我再重做一次给你看 这边不是有三种筛选吗 一种是这边 此视觉效果 一种是此页面 一个是所有页面 对不对 一 请把退回 拖曳到这里 可以吗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请勾 空白 哇 两个动作 真实利润 全部都算出来了 两个动作 你觉得棒不棒 你不信 你用一下 你回去算算看 花一个小时 比较 比较值得 去了解 这个大数据分析的一个计算 我觉得 是值得的 好 请你们 两个动作 10秒钟做一下 可是那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 我们要进行到更重要的 DAX韩式 这真的太重要了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计算 我们今天要去做计算 我们有可能会要用到一些数学 数学 请问一下 数学 总你知道国小的数学 我们今天教的是国小数学 请问一下 国小有没有教过平均 有嘛 就是加减程度 一定是国小的数学 请问 我们在这边 真的没有教很难的东西 你觉得大数据分析 就是商业资料里面 我们上次是不是一直讲 利润是老板关心的 那你觉得平均利润重不重要 例如说 我们每一天都有订单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知道说 那个平均 平均的利润是多少 因为每一笔订单 我们就要去分析说 这个订单的利润 它是高的还是低的 甚至它是没有利润的订单 对不对 当你今天要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请问会牵涉到是不是平均利润 可以吗 请问这个观念 我想应该很容易去理解 我们是沿袭老板想看的资料 是不是他想要知道说 到底公司什么产品 最赚钱 我们就多生产 对不对 他一定是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一笔订单 我们都去做分析 首先 首先 当你今天要去做这个数值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牵涉到只有两类 只有两类的一个计算 一个叫新增量值 一个叫新增资料行 请问一下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从字面上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它就是新增加一个数字 请问我已经解释完新增量值了 它的意义就是我增加一个数字 请问新增资料行 一整行的数字 新增非常非常多的数字 请问这两件事 这是两个不同的内容 一个只有一个数字 一个是有很多很多数字 请问听得懂吗 我真的告诉各位 如果再从我来交往近些 都还会有人搞不懂 什么时候用新增量值 什么时候用新增资料行 就这么简单 一个是只有增加一个数字 一个是增加一堆数字 好 各位老师 我来考考你们 如果我现在要算总销售额 我应该是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我要算总销售额 它只有一个数字 它只有一个数字 对不对 请问我今天要算平均利润 请问是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新增资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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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把它想成很复杂 你这样想 我到底最后算出来的是一个数字 还是一堆数字 请问我中文解释完 我真的不骗你 我教我写程式的那个老师 他就是台大外文系毕业 后来他觉得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中文好的人 他后来转到那个念资讯科学 真的你就从这边上了解 我算一个值 就是新增量值 我算 我算什么 一堆的数值 我就是新增资料行 那 我接下来呢 我就要来去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要举的例子是 利用新增量值去计算平均利润 首先 平均利润一定是只有一个数字 对不对 对 当然对啊 平均利润当然就是一个数值 就像我们班上每一个学生考试的 那个分数的平均是多少 当然就是一个数值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觉得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计算利润 我们要拿平均利润来去做一个标准 是比平均利润高的 还是比平均利润低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要先算出 这个平均利润 我想要知道说 我们公司到底哪些产品 它是在那个平均利润高的 也就是高货利产品 你觉得要不要分析这件事 要 这是老板想知道的事 你为什么不算 对不对 那请问 我们算出来这件事情 告诉老板说 我们公司有这几项产品 是高利润的产品 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 就是说设计更新的功能进去 对不对 这样理解 所以我们要去计算这个平均利润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如何算平均利润 如何算平均利润 首先这边是不是有利润 对不对 所以如何算平均利润 滑鼠右键 在订单里面 一滑鼠右键 不要用功能 真的不要用功能 常用以下 这边有新增量值 我知道 不要用功能 我觉得在订单里面 我要新增平均利润 对不对 不是在退货里面 新增量值 同意吧 所以在这个订单里面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可以吗 请问这样记得住吧 好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就要开始来去输入 输入 好 记住哦 栏位名称 我就叫做平均利润 我就打平均利润 等于的右边我就输入 请问一下平均就跟以色谣是一样的 那以色谣的平均函数 是不是 A A V 建议哦 函数我只打两个字 这边接下来都是用选择的 两个字母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上下方向见选 选正确的 请问他这边都会告诉你说 存回资料行中所有数字的平均 是不是就是他了 对 然后点TAP键 TAP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下面 下面我是不是被选的项目是这个蓝色 点一下TAP键 他就放上去了 放到我打资料的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请问 平均我是不是要算平均利润 所以请问用哪一个蓝 是不是利润 所以你用方向键 上下不是有方向键吗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了 不是订单哦 都是订单里面 订单资料表的利润 好 请你仔细看 订单的前面 是不是有一个一撇 这个一撇 你要知道在哪里 等一下会用到 有没有看到Enter的隔壁 就是那一撇 为什么用Enter隔壁 那一撇的符号 他最接近Enter 所以你最好找 可以哦 好 只是我们现在不用找 我们就上下方向键 请问我现在游标 是不是落在这个订单利润 对不对 TAB键 这个TAB键 点一下 是不是就上去了 你根本就不用打字哦 请注意 我刚刚函数是不是打了两个字母 可以吗 请问栏位名称 你一定要打出来中文字 对不对 可是后面的这个等于 请你不要让我来去帮你检查 你有没有打少打了一撇 这边有一个一撇 千万不可以用打字法 一定要用选择的方式把它选出来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左刮符 你看一下哦 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坐到这边了 看得出来吗 这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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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这个出出 Column name Column name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只差一个右刮符了 有看得出来哦 好 请点右刮符 然后 Enter 我们就算出来了平均令论 可以吗 平均令论 好 我现在 我现在要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不可以用打字法 所以等一下你就用一滑鼠右键 二 新增量子 对不对 新增量子不要选错哦 然后 接下来 麻烦就请你打 打什么呢 打 最前面那个平均利润 然后这边是等于 然后 AV 开始去选Average 接下来 用上下方向键去选 选到订单里面的利润 然后记得这个右刮符不要忘记 你看这边 我游标是不是在这个右刮符 它一定会有对称 对称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新增量子 然后 新增一个平均利润 请问一下 这个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 我们是不是可以点这个加 我要去画图啊 去画什么 例如说好了 可能大家一定都会继续追问说 那 什么类的产品 平均利润最高啊 对不对 然后什么类的纸产品 获利 获利最高 所以 所以 我们先来画第一张最简单的图 所有产品的平均利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卡片 然后点平均利润 这是我们公司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订单 对不对 每一笔订单的利润 加总之后 除以订单 1万笔订单 算出来的数值 就是212块 可以吗 请问你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平均利润 对不对 好 先不管 可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我们先把它当做是 就是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可以了解 但是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的利润 因为我们的利润 请问 是不是有负的 怎么刚好都没有负的 这个利润 就是利润 利润一定小于他 你看 这个233 这边才6块 好 利润我记得有负的 好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这个平均利润 这样子的计算 对不对 这是我要请你们 思考的 然后我顺便 然后请你们对一下 就是你用卡片 算出来的平均利润 是不是212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就是 这么快 你 你 这边